.qo.tw 然後它是一個就是有放所有的立法院的議案的相關的東西 的一個網站 就是說譬如說今天立法院呢 現在正在第15會期 就是15會期的開會是 12月16號就是上禮拜跟12月20號 就是我們現在正好是在第15次會議中間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說這次會議大家預計要討論什麼要提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在立法院這邊都看得到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就是它有一個叫關係文書 在關係文書裡面會想說 這個提案是誰提的 它是提什麼案子 它是無欲型提的 然後有這些連署 那它主要是要再改廢棄物清理法第38條 然後要改什麼東西 那我之前我有申請一個董面叫做 govapi.tw 那時候的想法是說 只要你把政府網站的go.tw 後面加上一個 govapi 加上一個api算是 它就從原來的網站變成一個jason API的內容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到說這個是 剛剛的那個pdf裡面內容 它的會期是什麼 它的願號是什麼 然後誰連署 然後以及說它的修正條文 這是最重要的就是修正條文 它原來的條文是什麼 然後改成什麼 就這樣內容 那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我做了還蠻多 例如說像 有一個API我倒是會加在那個首位裡面 叫listmeeting 就是我可以列出說 現在立法院有哪些會議在討論 欸這沒有轉 好沒關係 然後所以這邊就會看到說 那個最近一次會次是第15會次 然後第15會次的API在這個位置 那我自己用複製 那我自己用複製 前面沒有 前面沒有 MISQ 然後IQ 而且它有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到說那個 網民出席委託還是網民出席 對它有好多空白 所以就是目前每一個會議 譬如說這個會議第15會議 它在什麼時間點 然後這個會議 有所要討論的議案有這些 譬如說要討論民航法要改啊 什麼交通法要改 什麼都在這裡 然後所以這邊呢 其他像譬如說在議案相關的也有API 然後所以剛剛這個議案裡面是誰提案的 然後它 目前的提案進度是在 譬如說院會是幾月幾號 然後什麼一讀在99號 二讀在99號 這邊都會有 那這部分就是歡迎大家就盡量多試玩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很多部分我還沒處理 像這邊很多空白都沒處理掉的 那也歡迎大家如果發現到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上他的keyhouse上面 就是幫我提一個issue system 那我這邊其實未來有兩個目標 一個目標是 我希望 就之前我有在eHub 我有開一個 開一個reporture 就是把所有的法律 都變成就是一個 都掉到eHub裡面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看到譬如說會計師法 會計師法是在這邊 然後可以看到他可以處理 可以知道說會計師法幾月幾號被誰修來過 而且這邊還包含就是 當初提案是誰 真名中提的 是林德福提的 行政院提的 這邊可以看得到 那當初是這樣做 但是制止包含 法律已經被修訂完成了 那我現在希望是 法律還正在一讀二讀三讀的時候 其實它不能變成卡密點 因為它沒有被確定 但是它要至少變成pore request 讓大家知道說 現在有哪些pore request 就是哪些提案 然後這提案 現在是到一讀二讀三讀 加上個tag 讓大家可以去篩選 那這樣如果大家知道說 現在正在修名法 然後有三四個版本 那我只要去pore request 搜尋名法 然後tag是什麼二讀之後 然後可以找出來 到底有哪個版本可以一一去比較 那更進一步 我希望是說能夠做到 說以後 這個系統是 它直接變一個系統 然後大家就可以輸入說 今天我的身份是誰 例如說我家裡有老人 我有幾個小孩 我也要寵物 然後我是做什麼工作的 那我就會直接推給你說 那個現在有哪些提案 跟你是切證相關 它提案改完後 一定會對你有深深的影響 那麼這些提案 你一定要來看一遍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東西 對你傷害很大 你必須要去抗議一下 希望未來能夠有這樣的功能 謝謝大家